兄弟们,又准备出发了,今天去那边赶海,只能说去看看,因为陌生的地方嘛,还得找当地人,找这种当地职业赶海的,我学习一下,走了萌萌,老师傅在那钓鱼,我们就去墙大概四五公里,就有个海滩,好了吧,上车,开车,快快快快,一会订什么呢,因为今天呢,我们这个赶海的地方呢,没去过,白天也没去,第一次去晚上,所以说,主要是去考察啊, 为了我们过两天,大收获,大基础啊,看过我岛主前面的视频都知道啊,我们这一路走来,目前实现了螃蟹自由,险子,险子自由,鲁鱼,海鱼自由,还有海螺自由,海葵自由,海葵自由,现在到主山了,看看能不能实现生蚝自由和那个撑的自由啊,哎,我们那个十二斤的大鲁鱼,用个小破网都是徒手抓到的,还有三四斤那个鱼捡到的, 还那个捞到了,捉到了多少,七八斤螃蟹是吧,缩子蟹,缩子蟹,那个险子就不用说了,一喷一喷的都是,所以这一路的赶海,我感觉非常成功,所以下面我们要再创辉煌,出发! 还有水,带瓶水,万一,万一挖满了,我们累了呢,走走走,快快快,走走,我也不知道,往海边走呗,哎呀,你管他我拿走呢,你就奔海边去,挫不了,快走, 哇,这个挺累的啊,这要三个人还可以啊,两个人,里面一个人拉梨着啊,一个扶梨的是吧,是不是大叔,那我的铁锹也挖不到啥呀,哇,啥被壳都有啊,还有这样的呢,这个要吐沙的,这个白还不是那种白嘞,那我们就这么玩吧,看这玩意试不好啊, 你可以看我挖这个,是不是有,是吧,哎,我挖你翻好了,这样好吧,哎,这样我感觉靠谱一点,来这里挖吧,看看,有没有,是不是有,好像破了,被我挖破了,好像,破了还能要吗,破了就不要了,哎,这里,哇,看看,你这么小啊,还小了,好像挖菜, 那是不是挖太深了,有可能啊,那这个装备是不对的,应该拿了小耙子的是吧,那小耙子比这个好用,哎,这是洞,这是不动, 嗯,这是不动,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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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,没了,没了,是有个洞,别动了,那点原来试试来, 等着看看 chefs,没看见吗,没有啊,没有啊,你试我的眼啊,啊,我看有没有撑子,他冻了,他冻了,有有有有有车,别动别动,别动,别动,她冻了, 等着看他出不出来 不知道是啥 他冒了 好像要动东西 他出水了 没别的了 他怎么光出水呢 不知道啊 再撒点眼 好 压实了 给他闲着 这也有一个洞 看到吗 这是旁边洞吗 这个洞这么大 干嘛试试管它呢 你在填无底洞啊 看他输出 哇 不动了 哇 那趴着 那趴着 那东西啊 好像没有 这么深的 哎呀 我这是一只挖 是不是能挖到美国呀 哈哈哈 这应该喜欢的 哦 把爪鱼钥匙 挖了个车 快控水用你又擦一下 挖了个钥匙 我掉进去的 我掉进去的姐姐 你看这洞还在那出水 哦那个洞 嗯 肯定里面有个大橙子 太深了挖不出来 是吗 你看是啥 好像是扁的啊 这个又怪怪的啊 对 就是我们工具 该带老师傅那耙子的 谁说能挖了橙子的 这是啥东西啊 前面来看 这个 海肠没啥用啊 拿着拿着看 还能吃吧 这东西 不能吃吗 钓鱼不小 那就没用吧 来这里吗吗 这里应该有吧 你看那个是不是 像不像 哎这是 是吧 好看 这个以前也没挖过的啊 嗯 对 还有一个 漂亮 对 好 在这里挖吧试试 看到没 好 螃蟹 这个是个活的呀 来来来来 这没有螃蟹还是有的 是不是 这有些 嗯 好 别人抓到螃蟹了 我们今天 虽然小哥一点 哇 看看看看 你往后边 这两个可以啊 嗯 漂亮 这里 这里挖到了 来 我这么个 我慢慢挖过去 然后 忙忙速度在那 挖 哇 这里是一个 我去 我还是找到窝还行啊 嗯 这个可以 就漂亮了 给 就这样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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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就以这个方块 为基准 是不是 是 小个子 嗯 看他没 转过去了 嗯 哇 他这个是专业的 我看看这工具 哇去 他这个好几十斤啊 嗯 嗯 啊 他这玩的是 每个地方挖都不一样啊 哇 这个太沉了 我的天啊 有什么 啊 12三斤 12三斤 不行 哇 他挖了好几十斤 全身的 用全身的那种这种 这种水袋去挖 太专业了 走了 明天我们水边可以玩了 老爸那工具可以拍摄用场 这就是到这来啊 每个地方赶海啊 你要想赶的好 你就得跟人家多学习 看看当地专业赶海用啥工具 是不是 看看专业的都回去了啊 就剩这业余子了嘛 这种车能开进来 真好 下次我们车也开进来 现在有秋间 嗯 你要荡一荡吗 哎 他涨潮就涨到秋千 对啊 好像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 这里涨潮 是不是在海里荡秋千 对啊 他这设计的挺个性的 是吧 这秋千还挺结实的 哦 挺结实的 涨潮涨到那个位置 看到没 这么一拍 我感觉不太结实 结实的 涨潮涨到那个位置 来 我爽一下 哎呀 这大秋千 哇 这粗绳子应该能进入我 哎哎哎 哎 这什么偏的呀 好 他这个环境 有 好 没事 哎 优啊 怎么优不起来呢 优啊 你不推我一下 来 后面推我一下 你倒是优起来呀 用力 哎 用力 哎 被偏的推呀 大哥 推正中间 对 对 哦 好 不用了 这我找着感觉 呦 玩秋千 多厉害呀 是不是 有没有感觉 哎 不要是涨潮 有没有感觉自己要往海里扑 哎 明天涨潮的时候 没来玩秋千 呗 肯定老刺激了哈 对啊 呜 我就是大浪的时候啊 那你应该有龙若晨吧 还是吧 嗯 哎呦 我下不来怎么办 下不来 嗯 那你停下来 那不停啊 问题是 你都快停下来 哎呀 好 停下来了 哈哈哈 哎呦 这玩意呢 挺过瘾 走了 风从海上来 嗯 没毛病 够一盘了吧 够了 够一盘就行了 今天工具不趁手 回家 哎 这地儿挺漂亮 马 车 明天得看 那车从哪开进来的 你看它三辆车去 三辆车都能进来 这开着皮卡兜一圈都过瘾了 嗯 走 明天过来兜风 嗯 来我帮你看着点 哎呀 我累死我了 哎呀 走 啊 我们回来了 娘啊 拿大木喷的 来 拿来看看今天的收获 要打点海水去 上哪打海水 不打海水打整 海 这有意思 上哪打海水 上海力打 是不是 哦 那上井里去打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反管你 来 给我小桶 去拿下桶子打 放上面 放上面 把他 延远白扯呀 没打到撑着呀 哦呀 面前 哎呀 还有螃蟹 嗯 这个螃蟹 这没啥东西哈 没有 这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玩意儿 嗯 这个把头钓鱼 哎呀 这个没有 活着呢 哎哎哎 螃蟹 这没挖多少啊 这一晚上收获不打地啊 这个也瘦了啊 咱们一小盘够了 有好多沙子 嗯 我去搭桶海水 这个好像说这个要吐沙的 这个白的 哪个这个白的啊 嗯 这个啊 嗯 这个白的挺好看的吧 但是好像说他要吐沙的 麻烦 这个黄水就挖了一个好像哈 对吗 两个 还挺漂亮的哈 嗯 这只小盘央 我去打水去去拍了 看一看打点水 吐吐沙 明天就有一盘菜了 好 水打回来了 我们总结一下啊 嗯 挖的不多 那个地方 险子本身也不多 然后要是用老爸那个那个耙子啊 估计能挖很多 你看他那个 他这边的装备啊 和在广西北海那个 他那个耙子差不多 明天去呢 带老爸那个耙子去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收获 关注啊 了解不一样的房车生活 哈哈